1123號可以起飛 這個地方它屬於大戈壁 沙石比較多 灰塵比較大 機長 副下司 空洞機械師 航空機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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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安全員 我們這五個人要共同配合的 在暗夜飛行室漆黑一片 像是把你扔到一片漆黑的大海裡面 更晚全球軍情 熱點深度拋棄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軍情時間到 我是老春菸 再過幾天 神舟18號就要回家了 那以往在每一次神舟飛船返回艙落地的時候 最先趕到現場的一般都是空中分隊 那在這一次神舟18號搜救回收任務當中 空中分隊又面臨著怎樣特殊的困難 他們又在做一些什麼樣的準備呢 今天我們就來走進神舟18號搜救回收 本次神舟18號搜救回收任務是在夜間進行 凌晨時分的東風著陸場四周一片漆黑 力量和星星仿佛都藏了起來 怎樣才能在暗夜條件下順利完成任務 是空中分隊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任務前夕 空中分隊都會進行認真細緻的準備 一比一 全系統綜合演練也會至少進行兩次 凌晨四點多 全系統綜合演練結束 走走回收空中分隊演練任務圓滿滿程 飛行員們雖然疲惫 但是精神狀態依然飽滿 這時他們的任務從前一天下午4點左右就已經開始了 衛國神舟18號搜索回收空中分隊通信機機長 有著豐富的駕駛及搜救任務經驗 雖然他已經執行過十次神舟飛船的搜救回收任務 但是在暗夜條件下飛行只有兩次任務經驗 所以對他來說這次任務也會有諸多的挑戰 一個就是在我們空中飛行過程中搜索的過程中會產生錯覺 因為長時間的話在這種漆黑一片的情況下 就是相當於我們來說就是伸手不見五指 就是一點都看不出去 然後這樣的話飛行長時間會產生疲勞 就是一直在操縱過程中人是高度集中 這個精力比較集中要緊張一些 第二個就是這個在飛行過程中呢 就比如說我們見不著地面 也沒有燈光地標也看不出來 這樣的話我們那個目視判斷會有影響 這樣的話我們一定要相信儀表 監信我們座艙裡邊儀表 看儀表來保持飛機 除了暗夜東風著陸城複雜的地形地貌 多變的氣象條件和封殺都給空中分隊的保障維護 以及飛行員的駕駛帶來了一定困難 這個地方它屬於大戈壁 砂石比較多灰塵比較大 飛機在主流過程中 我們座艙裡邊的機長副下士 包括我們空中機械師 以及我們後艙領航員 還有我們安全員 我們這五個人要共同配合的 就是每個人要報自己的數據 比如報高度 剩餘距離 地速 還有我們這個目測 如果你發現了 你要第一時間說 就每個人都要有口令的 一直保持這個飛機穩定的下滑線 直至飛機到落地 這是不是大燈 對 這是我們加改莊的搜索燈燈 我們飛機下面這裡邊有軸入燈 就是說我們正常起降的話 這兩個軸入燈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滑行地面滑行 以及我們起降都用這兩個燈 這兩個燈可以360度隨意調轉方向 需要哪個方向它可以調整 飛機員在自己的操縱桿上 就可以控制 還可以控制它的角度 這邊還有一個燈嗎 這是滑行燈 就是地面滑行的時候 如果光音太強的話 對眼睛的視線 它可以把它著陸燈關掉後 用地面滑行燈 包括我們停機以後 到位以後 在下面這個線 您看了嗎 這是我們停機線 你看飛機每次落的話 滑回的時候都要標線 標旗這個線落 定點落 定點停 然後環燈能打開以後 地面人員可以有一個輔助燈光 可以看著 這個飛機大概融合 飛行40分鐘左右 空中分隊抵達搏擊點 進行人員物資搭載 由於執行任務的時間是在凌晨 飛行員要利用間隙時間 好好休息 而此時卻是空中機械式的工作時間 因為搜救回收區域封傷很大 直升機起飛和降落時 瞬間仰起的飛沙走失 會對機體表面 發動機近其道 以及懸疑尾搶等重要部位 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損 機械師要及時進行檢查和維護 將風沙對直升機的影響降到最低 塞圖還是對直升機影響比較大的 特別是你可以看到咱們的 直升機的懸疑生命部件 特別是咱們懸疑掌肩的位置 因為旋轉速度比較快 然後飛沙走失這種風沙打到懸疑 特別是咱們一肩這個位置 因為它一方面速度比較快 另一方面飛沙仰起來之後 更多的是在這裡 對直升機造成比較大的損傷 咱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前期一對懸疑的一肩位置 也進行了防護 這已經塗了一些特種的防護清漆 然後每次下來之後 我們再重新再塗上清漆 這樣的話對懸疑也是一個保護 我們每次飛行結束完之後的話 腫瘤罩打開以後 對裡面的葉片進行檢查 然後如果葉片的損傷 超過一定的尺寸的話 我們要進行 可能就要進行發動機的更換 追行空中搜救回收任務的是 米171直升機 米171直升機 它具有較好的機動性 穩定性和航程 能在多種複雜氣象條件下飛行 可快速抵達目標區域 續航能力 可滿足一定範圍內的任務需求 而且它還具備良好的旋停性能 發現目標後 能長時間在空中旋停 為精準投放人員 調運人員等操作提供便利 糾正時間結束 凌晨時分 執行搜救回收任務的5架直升機 再一次起飛 前往各大命點 今晚也是無月光的暗夜 飛行員們目視飛行難度增大 飛行員對地標障礙物的辨識度降低 需要依靠儀表和照明系統的服務 為了應對這次暗夜任務 神舟18號搜救回收分隊 在每架直升機上 都配備了一名領航員 5名領航員中 有2名女領航員 而且都是90後 2名女飛行員 都是同航中的佼佼者 本來自信滿滿 但是來到這裡以後才明白 他們之前還是不太動夜的黑 我們所說的月夜飛行和暗夜飛行 它就是月夜飛行整個月亮 它的照明效果是還是很好的 就是我們能夠基本的 起碼有的時候會有一個 基本的相對參照物 和大概的一個天際線的 一個大概的一個判斷 但是在暗夜飛行是漆黑一片 就像是把你扔到一片漆黑的大海裡面 對 就像一片黑洞一樣 就是一個是心裡有點害怕 然後再一個是當時那個風 大漠的風沒想到是這麼厲害 然後當時那個戈壁灘上 捲起的那個沙子 直接把我的臉打得特別疼 我順便用到鼻孔眼睛裡面 全是沙子 長時間處於黑暗環境中 人的生理節律會受到影響 而且視覺在從雞艙內明亮儀表 到艙外黑暗環境轉換時 可能會出現錯覺 例如誤拍高度和距離 對空中領航員而言 夜間領航壓力加大 更加需要依賴設備和自身的能力 而且要長時間保持高度警惕 在夜間的時候 你在外面玩手機 玩的時間長了 然後你把手機關掉 然後再往遠處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眼睛就黑了一下子 就跟我們其實很相似的 你在整個隔壁灘上 如果它有星星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我們的直升機 跟星星基本上融為一體了 然後發著一個紅點 就是你根本分不清哪一架是哪一架 就是你也無法進行指揮 然後我只能通過就是聽它的聲音 然後它那個直升機通過我的頭頂上空的時候 我拿著那個我們的對講機 給那個機上人員進行聯絡 這時候我知道它是哪一架飛機 然後我才能告訴它 我說你落哪個地方 然後你就是往哪建立航線 就必須得就是先聽聲 就是才能判斷它的位置 怕黑似乎是女孩的天性 但是鍾納和王文娟不僅要克服內心的恐懼 還要沉著冷靜通過地圖和設備 以及機組成員提供的信息 及時做出判斷 並且迅速轉換成坐標並提供信息 鍾納和王文娟形容 他們的工作就像是空中導航語音包 還是需要實時更新的那一種 就說怕算錯一點點 就一點點偏差的話就會很大 就有點像給 在空中給飛機畫一條預定航線 就是當地面監測站 中心只會在前面給我們發一個數據過來 然後發一個坐標過來 我們需要快速地換算成 我們所需要的航向距離還有速度 是引領著我們的飛機朝著我們的預計目標 快速地飛過去 北京雄英報告 空中奔隊報達半面空域報告完畢 北京明白 2024年4月30日 神舟17號航天員乘足返回東風佐路場 那是朱納第一次執行神舟飛船搜救回收任務 他說那一次任務令他終身難忘 神舟17號的返回的時候 當時我是作為地面指揮的 就是我當時是坐著地面指揮車 去到達那個返回艙 它找路點的位置了 然後當時我覺得 我當時因為沒法親眼看到我們的飛機 跟那個返回艙同框的畫面 只能通過手機上的直播 看著是我們的直播了 對 維州一號發現目標 維州一號三浦安全運動 神舟17號報告 提升完成 首部指令已發出 完畢 北京雄英報告 空性機光圖叫湯 古墨返回湯 沉傘下降 報告完畢 北京雄英報告 跟機附近返回艙合物 報告完畢 北京明白 當時看到就是 咱們央視這邊的直播報道 然後我 就在有一個畫面定格 那畫面就是 那個返回艙 叫過傘 就是它剛握下來 然後叫過傘垂在上面來 飛機就在立馬 立馬在它的右邊 就跟它立步了 我一看 這是我們的飛機 好激動真的 雖然說這架飛機不是我駕駛的 但是我參與到這項任務中 我就感覺到 我這個集體 我是非常光榮的 而且我穿著這身衣服 我覺得我作為飛行員 我是非常自豪的 凌晨一點 演練繼續 在通報兩次落點預防之後 5架直升機 迅速抵達各代命點 等待航天員的骨架 這十幾分鐘是最緊張的時刻 模擬信標機一開機 直升機就開始搜索信標信號 返回艙離開黑漲區後 5架直升機 會接到第三次落點預報 然後根據預報落點 事實調整彈性位置 在幾分鐘之內 返回艙就會打開降落散 拋掉防熱大地 空中分隊隨時進行收容飛行 返回艙著陸的同時 空中分隊就到達了著陸點的上空 開始陸續組織降落 這一次呢 我們結合前六次的 搜索回收的經驗 總結了四段五步法的一個 搜索回收的戰法 四段法呢主要是調整段 進入段 下滑段和平飛段 對四個階段 五步法呢主要是在飛機 到達落地點上空 有一個五步法 主要是穩 盼 收 爆和落 這就是我們結合前期的 六次回收的經驗 和這個沙漠地區的這些特點 總結了這一套戰法 它還需要五架飛機的 在空中的協同配合 誰先到 誰後到 就是你看我們的指揮機 肯定要先到 然後呢還有這個一間一戶的 這輛飛機要先落地 要保證第一時間 能夠得到這個 這個防徽艙的一個情況 四米 我能看見面 好嘞 四米 九 好嘞 四米 我能看見了 好 七 往左側沒有你 六 不要再有火度 五米 四米 三米 好 我來吧 兩米 我接手了 好 兩米 航天員出艙後 一間一救人員 要對他們進行體格檢查 排除一切可能的風險 之後再轉移到 一間一救直升機上 空中分隊的一間一救直升機 能夠搭載較多的搜救設備 還可以容納多名工作人員 一通前往任務區域 機艙的內部空間較為寬敞 方便安置航天員 建議開展必要的急救處理等相關工作 光有魚鎖你來講話 咱們這五架直升機 外觀看上去都差不多 對 其實我們的五架飛機 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分了不同的工作性質 然後五架飛機 第一架飛機是我們的 指揮機 然後中間三架飛機 是我們的一間一救 和醫療救護一 醫療救護二 最後一架飛機 是我們的通信機 這樣是整個 把這個五架飛機 平均任務都分配好了 那您是在哪架 我就是在這架飛機上 這就是醫療救護機 對 我是醫療救護二 這架飛機 主要是搭載航天員的一個 後送的一個任務 航天員就是一人一架 對 三個航天員一人一架 我是第三個航天員 到時候會 你能夠上去看一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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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這一看就是醫療救護機 對對對 就搭載航天員 這個是派什麼 這個是救生吊籃 它主要是在我們 場地特殊的情況下 無便於降落 然後會 特別是像這樣的 隔壁灘 會起特別大的風沙 如果是沙塵比較大 我們飛機沒有可以降落的地方 然後利用它 將一些醫療救護的人員 放下去 然後再用腳車 再給他們 帶上來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當航天員 如果上來之後 出現的一些身體不適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在這上面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救護或者是說 監護的一個作用 它下面其實還有一 這是可以抬起來的 這是可以抬起來 抬起來之後 可以拆卸的 可以拆卸的 翻上去拆卸的 下面有四個鉚釘 對 就是這個 鎖扣 對 鎖上 對 這個鎖 是根據航天員的 當時下 出艙之後 他們是通過方艙車 然後給我們拉到我們飛機 上 拉到飛機上之後 他們有一個座椅 對 它的座椅的那個鎖扣 和這個正好是匹配的 這是我們後安裝上去 也就是說 航天員上了直升機以後 它可以坐在 直接坐在椅子上 但是它如果 希望能夠躺下的話 它也可以 對 是可以的 對 所以可以躺可以坐 對 是 那航天員從哪上呢 看這個門有點小 這個確實 它不可能從這個地方上來 因為我們這一架飛機 後面是有貨橋的 這個後門一開還挺寬敞的 對 特別寬敞 這樣可以容納更多人 抬著我們航天員 上我們的飛機 前面的門相對地說 還是空間太小 這樣通過貨橋打開之後 將航天員 給我們接到飛機上 到時候接航天員的話 等於就是 四個護送港的工作人員 可以從這兒 抬著航天員的座椅 對 從後門就可以進去了 對 這是從我們這個 後門的貨橋 直接進到我們這兒 然後再將航天員 固定到那四個卡扣上 這樣它相對來說 坐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也可以做一個 短暫的一個休息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